去做練習 他說有一個100公克的水加熱 然後加熱過程穩定2分鐘2溫度一次 得到關吸請問你2到6分鐘吸熱幾卡 很簡單 然後呢 公式叫做H等於MSΔT 質量100公克 水的比熱是1要費ΔT2分鐘22 6分鐘26 所以高溫減低溫就是26減22 那就簡單的數學 答案就算出來 叫做400卡 答案就選A 簡單小問題 沒啥事 OK 很簡單 直接代公式就可以了 好 換各位 那這一邊剛才是給了一個表格 提供我們的數據 現在是給一個圖形 給我一個數據 200克的水去加熱 那我們假設沒有熱量散失 我們通常也不會去管杯子的吸熱 除了某一些特別的條件的題目 我們才會管那個杯子有在吸熱之外 很多張杯子都不在吸熱 那請問你 我們的每分鐘吸多少的熱量 問題是每分鐘 那題目上要用格子點 就是確定的點 這上面的確定點只有兩點 就是0分鐘的時候是20度 5分鐘的時候是30度 然後請問你1分鐘吸熱多少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物啊 可愛小女生 奇君 你的答案 豬 請坐 來 公式還是一樣 H等於MS ΔT 那現在H是要每分鐘吸熱 所以我就要每分鐘吸熱去乘以 看它有幾分鐘 那我們公式上面剛剛講過 隔止點就是5分鐘 所以0分鐘20度 5分鐘30度 所以熱量就是不知道1分鐘多少乘5分鐘 然後呢 質量叫200公克時的比熱是1 溫度變化高溫減低溫30減20 所以算完之後答案就叫做400 你剛才2000是總吸熱 不是每分鐘 你知道人家錯哪裡嗎 你算是全部的吸熱2000 但不是1分鐘提供多少卡 所以呢答案就選的就是A 這就是簡單的小練習 那再做一題小練習 那這個就是完全用文字敘述給資料 這就是考試題目上面給你條件的方法 一種就是純文字敘述 一種就是給表格 一種就是給圖形 這是純粹給文字敘述 一分鐘供熱500卡 加熱300克 初溫15度C的水6分鐘 請問你末溫有幾度 先再次提示你 要注意題目問什麼 我從10度升高到30度 增加了20度 考卷有的題目是問30度 最後溫度幾度 有的問的是20度 有的問的是20度 溫度變化幾度 要看清楚題目是要問什麼 否則你就算算對了 答案還是錯的 那這裡就問的是末溫 剛才的那個30度 從10度變成30度 最後是30度 他問的是末溫 要注意一下題目問你的是什麼東西 OK 那這答案是多少 好咧 可愛大帥哥 帥哥有嗎 沒有 這有嗎 有 曹同學 你的答案多少 朱 請坐 好 射末溫為T 那麼H等於MSΔT 熱量呢是1分鐘500卡 提供了6分鐘 所以熱量就是500乘6 質量是300 比熱是1 然後末溫高溫減低溫T減15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是25度C 所以答案選朱 那麼 溫度的變化呢 他是原來是15 末溫25 所以呢 變化是變化10度 變化10度 所以B選項是溫度變化的答案 不是末溫的答案 就是我們做的簡單小練習 這個都只有純粹加熱水 只有水而已 而且還沒有扯到混合什麼之類的 還有別種物質 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題目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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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